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真正的黄鹤楼早在多年前就被拆除了 大家要花80元来看这座假冒的黄鹤楼确实有点坑啊 大家都知道广州的名气非常大 一说到广州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广州塔 广州塔是这里的标志性建筑 最有名气好玩的地方就是 花150元做个电梯 小编觉得这电梯是不是有点贵 不仅仅这样 在这个附近除了厕所不收费 好像其他的项目都是要收费的 还有就是大家都说 可以遇到艳遇的云南丽江 但是在丽江想买点东西不被宰 恐怕几乎这样的客户很少 除非只看不买的游客了吧 最后一个应该就是长城了 到了节假日 长城真的可谓人山人海 别说去看景了 估计都是看人了 不但这样 还有很多导游会带你看假的长城 小编想在这里问一下大家 你们还去过哪些 让你感觉很坑的景点了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